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煤炭等等这些原材料价格纷纷下跌 使得澳洲的矿业股在上周五遭受重创 因此拖累了澳洲大盘走势 截止收盘的时候最终澳洲大盘是下跌0.8% 重新回到了5730点附近 中国方面在上周五早是涨跌不一 上海是跌了0.3% 深圳则上涨了0.3% 但基本上来说上海和深圳目前依然是维持在我们之前说到的范围之内 并没有出现太出格的变化 那么在欧洲方面呢 英国法国德国大约都是0.29%的下跌 但是上周累计来说的话呢 欧洲是有上涨的 美国也是一样 虽然呢在周五的时候呢 到道雄司有轻微的极其轻微的下跌 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总体来说在上周连续五天的交易日中 道雄司指数呢 依然是保持了1%的上涨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下跌0.5% 而石油价格呢 则上涨1.2% 那么在今天我们着重讨论呢 就是现在美联储逐步要加息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加息之火 是不是会烧到澳洲 那么关心金融消息的朋友们已经知道 在上周五呢 美联储四个官员出来讲话之后 现在美国在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已经高达了80% 几乎来说市场都觉得 他们将会在三月份 也就是下周的会议上 正式开始第一次的加息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在三月份加息 释放出的明显信号呢 就是我今年加息的次数 一定不止这一次 从现代情况来看 如果是三月份加一次 那么至少今年会加两次 正常的来说的话呢 可能会加三次 所以说 于2015年和2016年 这个说的多做的少 最后都只加了一次相比 这2017年美联储呢 很有可能将三月份第一次加息 作为一个 他们在今年会有连续加息信号 连续加息动作的一个信号 那换而言之 美元呢 将会随着今年连续三次的加息 而会逐步走强 那么那自然而然的话呢 美元走强的这个反面 那么除了美元以外 其他货币 特别是与美元作为对应的 那些汇率的货币呢 自然而然会受到了下跌压力 那不可否认的是呢 我们知道呢 澳洲作为我们生活 这个高汇的总部所在地 我们自然也要说一下 澳元的情况 那么与美元节节高相比呢 澳元呢 其实啊 它现在是维持在历史的最低纪录 1.75 我们知道澳洲曾经在铁矿石辉煌时期的利率是 发达国家里面最高 达到了5% 当时由于铁矿石的暴涨呢 使得澳洲经济严重过热 因此澳洲央行呢 不得不使用高利息来鼓励民众呢 减少消费增加存款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 时间过去了整整十年了 你金融危机 到现在为什么澳洲的这个利率 还是只有1.75%呢 在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呢 澳洲利率依然是维持在3%左右 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环境 比当时还要差呢 这个答案是对也是错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的是 现在经济环境其实并没有当时 国际环境并没有当时那么恶劣 但是我们知道呢 在2016年整体来说 特别是2016年的上半年 澳洲的矿产 以及世界的资源价格 都是处于一个黑暗时期 当时我们知道 中国是两次熔断 这个包括了石油价格和铁矿石价格 均已经打破了生产的成本价 当时很多澳洲矿产公司 是边临 濒临 倒闭 就差那么一点 那么随着澳洲的这个央行呢 为了拯救自己的经济 不得不呢 连续的降低利息 鼓励呢 这个企业再去贷款 那么在降息之前呢 澳洲央行也考虑到 降息可能会引发这个房地产的暴涨 因此是故意和银行约定好了 设定住限制海外的这个贷款 但是没想到 随着两次加息之后呢 这个海外贷款虽然部分被限制住 但是本地购买投资房的热潮 却愈来愈演愈烈 在过去的半年之内呢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异常的火爆 各地呢 纷纷是出现了这个房产的强购潮 这样一来的话呢 很多是这个澳洲央行是始料未及的 虽然是救活了部分的矿业公司 但是呢 澳洲的房地产目前 也是陷入了一个严重的有可能的泡沫危机 所以说在目前这样的背景之下 铁光石价格已经重新回到了三年新高 同时煤炭等等石油也均和去年相比呢 已经翻了个倍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澳洲央行你说今年还会再次降息 降息 这个可能性呢 已经是几乎为零了 那么说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或者说是资源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 一直维持到今年年底 那么澳洲将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12月份 或者是明年第一季度正式开始第一次的加息 那接着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那美国加息之后对于澳洲和中国的影响 那对于澳洲非常显然的是呢 澳洲是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大国 美元的加息势必会打压澳元的走势 那么澳元低对于出口来说 还是一个天大的利好 所以说 美元在三次加息之后 对于澳洲的经济来说 和美元相比 这个澳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是对澳洲有利 但同时呢 由于澳元的贬值 也会吸引到很多来自于美国的投资 但是与之相比的是呢 人民币现在就比较尴尬 我们知道人民币和美元是处于一个一揽子货币协议 换句话说 就是美元上涨 人民币呢 会相应的上涨60%左右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元今年可能要涨两次 甚至于三次 人民币是不是要跟着美元 也涨这么两次到三次 如果这么涨上去 也就是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 一直锁定在现在的6.8 那势必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什么代价呢 为了维持住这个较高的利率 人民币对于其他的货币也要相应上涨 换句话说 除了美国以外 人民币对欧洲 对日本 对澳大利亚的贸易 将会极其不利 那换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理解是 现在国内每个月还在印出非常多的人民币 那么多的钱 因此内部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常之大 那外部你要维持住和美元目前0.6.8 或者6.9的利率 那势必将会牺牲很多的外汇储备 那这一点呢 也是目前中国央行无力去承受 因为在过去两年呢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4.5亿 目前已经降低到了不到3亿 那你说如果人民币不涨呢 原地保持不动 美元涨 人民币不涨 其实人民币呢 就是在贬值 在退步 那如此一来的话呢 虽然央行不需要消耗外汇储备来为顶利率 但是民间的大量的资产流失将会不可避免 所以现在是深也不是降也不是 非常的尴尬 那么最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产品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英镑对日元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到呢 英镑对日元呢 在过去大部分的时间里面都处于一个下跌状态 偶尔呢 有几次的小心冲破 但大部分时间都被压制在两小时的通道线以内 那么从这个二月底 26 27号开始到现在的7号 差不多在10天时间里面呢 英镑始终到目前是没有冲破过两小时的通道线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给我们其实也是带来一定的比较好的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长期的盘整之后 势必呢 会有一波比较猛烈的波动 无论它涨也好 跌也好 所以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傍日 如果它未来能够冲破两小时的通道线 保持在一天之上 或者说呢 它再一次跌破了这个底部 大约是1.39左右 那么英镑对日元势必将会产生一波较强的趋势 但是在现在139到140.5上下150个点中间 目前的走势呢 是非常的反复 建议大家呢 并不要去断线参与 那这就是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